小兰月你有病吧 你有中心的丫鬟要好好服侍你 你把人家赶跑 非要留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 暖和 小兰月意识还有些不清醒 但是却不舍得松开她的手 她的手太暖了 似乎只有从她身上汲取的温暖 才能够让她坚持下去 我又不是暖炉 王妃 那这被子还要盖上去吗 你们出去吧 我给她试针 是 你松手 我给你试针 你为什么这么暖 小兰月 我突然想到有个地方滴下来的山泉水 也许能抑制你这寒毒 我去取回来 你要不要跟我买 又要买吗 我们之间就只有买卖关系吗 当然 买 先陪我睡会儿 我付银子 说完这句话 她陷入了沉睡 什么鬼 陪她睡 付银子 小兰月 这臭男人把我当成什么了 傅昭宁使劲地挣扎了一下 但她手臂将她抱得极紧 她根本就挣不开来 想着休息一下再拉开她的手 谁知道这么一休息 自己竟然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没事吧 红烛 进去看看 红烛见他们相依而眠 脸都有些红了 赶紧就退了出来 怎么了 王爷和王妃睡着了 什么 王爷还说讨厌王妃呢 讨厌 怎么可能搂着睡啊 臭男人现在脸色倒是恢复正常了啊 不着您赶紧跑得出去 王妃 王妃睡得可好 小兰呢 小桃在监家院 叫她出来 我们要回家了 啊 王妃还要回傅家吗 当然 小姐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们回去 傅昭宁的名声 没两天就传扬了开去 昭国金城里 大多数人都听说了她的名字 和听到了她的医术 萧兰云来了 这两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赵宁 表姐 姐夫来找你了 本王来送银子的 送银子 什么银子 你呢 有什么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